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介绍自己家里的 这样多讲了一点 毕竟是老邻居的 真的很高兴 以前的点头自叫 我今天想想将近40年 第一次坐在旁边一起吃饭 非常的不简单 热烈的欢迎我们 首先跟大家道歉 因为我一个礼拜以前 做了个手术 精神还是很好 但是肉体有点缺陷 还在修补中 所以我就不站起来 我平常的习惯 就是站起来讲课 我们大概在台湾 我最近很多感触 就是说 台湾是全世界 大概最好的地方之一 OK 不管我们的生活的水水 民主化的成果 还有就是在全世界的乱局里面 我们居然好像出污泥不染 有一些大家不满 任何个社会都有大家不满的地方 不过整个来说的话 我觉得台湾真是个好地方 最近我也看到一些 港湾的历史的书 有一本书 是一个英国人 他在1862年 在台南海关做事 他的名字叫 William Pinkering 那我们把它翻译成 这种名字叫 比奇林 那事实上 成品数据有他的翻译 是原住民出版社 文化出版社 但这个翻译的 我觉得不是很好 我好不容易 取得了一个原文的 现在在市场上 已经买不到 不过好像 有人把这个 Unership California 它的真产本 也复印出来 那看了以后 很多感触 从1862年一直到现在 这么长长的一段路 台湾的改变 是我们应该要了解的 这个改变 一个是瑞赛的改变 一个是国际情势上的改变 所以呢 我这个 跟大家稍微讲一讲 我这个好像都按不了 OK 好 再按下面 我今天想多花点时间 跟各位这个 沟通比较多一点 而不是说在演讲 我想跟各位 我们变成一个 所谓的头脑激荡 大家一起做头脑激荡 OK 好 这个百年来的变局 就很快 大家看一看 OK 比如说 这个 为什么我说百年 百年以前的武士运动 武士运动很重要 就是把这个 中国封建的社会 那些封建的社会的恶习 慢慢给它打破 那么 当然这里我就不念了 还有我们过去一百年 经过两次世界大战 你知道碰到这种问题的时候 这个 很多财富 瞬间消失 人也消失 然后后来 事过境迁 又有一批人 他才创造新的财富 那么还有 经济危机 有这个 Grading Passion 1930年代 水油危机 金融海啸 大概说经过这个 进入海啸 在场 所以他现在只有十 十岁了 大 普通我们都 大概这边的年程 都经过 然后还有科技的突破 我这边 把几个重要的突破的 这个 列出来 我就不一一念了 那么 我们过去一百年 我真的想讲的是 未来的一百年 但是我们过去一百年 我们不得不熟悉一下 我大概立了四项 第一个 产业营育模式的改变 产业生态的改变 生活形态的技术进化 那比如说 手机 我现在还不太习惯 而且我看到很多缺点 我太太很喜欢用手机 我还是不太喜欢用 但是呢 这个Facebook 的确改变了年轻人的 生活的形态 所以科技引起这个 生活形态的 急速的进化 或者是变化 那另外一点 我觉得非常重要的 就是资本主义 跟社会主义的进化 做成各自修正 同时造就人类生活 环境巨大的变化 那我这里可以 把这个 昨天我发了一些资料 现在全世界 没有一个国家 是能够躲得了的 是这个 资本主义的变化 第一个 叫State Capitalism 国家资本主义 就是中国大陆 还有少数其他的国家 那我个人的看法 等一下可以讨论 是迟早要出问题的 那第二个叫Shareholder Capitalism 就是以股东 为主的一种资本主义 这些人好像也在这个情况里面 但是呢 这个也有改变 叫做Stateholder Capitalism 就是定害关系的Capitalism 所以他不是股东 他是公司的这个 员工 还有他是消费者 消费者的保护 员工的照顾 这些 所以现在整个这个资本主义 在做技术的变化 现在很少人才共产主义 但是国家资本主义 是共产主义 一个变形出来的 一个变形的港 那另外就是 人文跟社会科学 不断的演习 就是义维雄 他们夫妇两位 他对这个人文科学 的重视 那我刚刚 就省略了 比如说 谢谢他的介绍 不过我想时间很短 我就介入重点 我先顺便谢谢他 那人对生存的价值观 那这个 比如说联合国的SDG 责任投资 影响的一些消费等等 然后再来就是最近 疫情引起了这个全球化 战略在地化 策略界的反思 这些评论 那么有一点 我等一下会想 我现在我顺便提醒一下 就是说 这次疫情以后 每一个国家都会想到 他要自助农业的发展 他不能靠 这个国外的 进口的 这个农产品 这个 是台湾的机会啊 台湾的机会 但台湾政策也要改变 就是 我们要把农业科技出口 来取代农产品出口 这几点我想 我不要念 我认为武士精神 最完整的呈现 是现在的台湾 中华北国 那 老共那边他们讲的是 爱国爱国 爱到后来 到底是爱共产党 到底爱谁 搞不清楚了 但是其他的民主 就没有了 科学也是他在强调 或者在这个 国家资本主义之下 他强调的方法 就是 我们发展他的国力啊 等等 那我跟我们太太多年前 我们做了一个 俄罗斯的破冰船 从这个 Mermens 一直开到北极 那在那个 Mermens 港口很长 那就 看到 大概有 几千艘俄俄罗斯 或者是 苏联的军舰 这样的生锈 因为完全没有用 因为废铁 但是连投资之前 都没有 怎么去把那个 废铁链成钢 所以 那种感受很深 那 台湾呢 也创造很多 多次的这个 世界第一 那 我想强调了几点 也许你们各位可以补充 除了科技以外 还有 Lifestyle 为什么我这个Lifestyle 我不用 中文呢 因为我比较 英文比较传绳一点 欧海的范围广一点 中文说 生活方式 好像 没有那个力量 那 我跟一个日本朋友 他说 你们台湾 那个 图一发票 是了不起的 这个创新 好像日本没有 因为 早年 台湾都喜欢逃税 大家都逃税 他弄个统一发票 给我讲 我想 你们去消费的时候 都会拿到统一发票 这是日本的朋友 看起来 哎 台湾这个创新 那还有很多 我们可以一一讲 那么 还有台湾还有一个特点 非常活泼的非营利事业 那营利事业 我自己也创办了好多 比如说 时代基金会 还有千年总裁协会 还有一大堆了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环境 让大家觉得对社会 对国家 对人民的关切 那还有这个三次的和平的政党轮替 我觉得也是非常了不起 重要能力有缺点 有优点 但我认为 优点大于缺点 那 那个缺点是什么 就是 政府的政策不稳定 所以我常常会主张 不要靠政府的政策 大家 自我的发展 我们的演员模式 等等 等下有机会也许谈到一些 还有是创新 创业活动的推广 促成了产业的推程出行 那我那个时候 三十年前 成立时代基金会 把台湾的产业 都凝聚起来 跟巴士理工学院 做了合作 各方面的科技方面的合作 所以 这个也就是说 最重要的是 推动这个创新创业活动 那另外一个 我觉得有点惋惜 不过在这个场合 我想谈一谈 在1990年代 我带了这个法律团队 推动了 公盈协议民营化 成功的案例 两个 一个是银行的民营化 或者是 本来就是公司的话 要平均民间的资金 然后 还有就是 要给民间一个机会 自己创立的银行 所以民营化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意义 就是 一个就是让民间介入这些行业 那么再来就是 那个 电讯事业 这件事也是开放 中华电信 由公司组织 有民营化 但是也把制造 放给民间 所以 你们现在看这两个行业 我们 民营的银行 民营的 这个 通讯的 就是产业 都做得还不错 但是很遗憾 我现在还觉得应该推 这么 很遗憾的就是说 这个 2000年以后 虽然正道能力 有两次 都没有人来 来提创这个民营化 那让很好的 国营企业 现在慢慢 在 在 在这个 不管是 赔钱 为我小 国际化也做不到 所以 这里 我特别在这 也要强调一下 我还是认为 很多 工营事业 应该 民营化 但 过程中 很多复杂的因素 要考虑 人家这也不谈 那 我把 另外一个 香港发展经验的价值 我特别 谈一谈 就是 有心跟无心 资产的盘点 那 这我想对各位 企业界 特别重要 你们可以回去 盘点一下 你的企业 无心资产是什么 我的 无心资产是什么 有心资产是什么 有心资产是土地 但我很多企业 还是喜欢做地产开发 等等 但是真正的价值 是在无心资产 那 这个 我特别提出这一点 就是说 呼吁大家回去盘点一下 你的企业 你的 无心资产是什么 有心资产是什么 那我 帮大家做一个小小的结论 就是说 这个 这个 台湾发展 农业症的药物 但事实上 农业科技 是 全世界顶尖的 那怎么样把它做制裁权的保护 怎么样把它变成更有价值的营运模式 这个都可以谈 今天时间很短 今天时间很短 这个题目的是 大家有兴趣 我们另外一个约时间 好好谈一下 那 过来 好像巴拉圭的大使 正在跟我约 他就是巴拉圭很需要讨论 农业技术 那我回头一看 我们农业技术出口的营运模式 从台政府在政策上没有重视过 还在搞农产品出口 农产品出口 你看 它的这个 运费 运输的这个损耗率 运费 然后到了一个 进口的国家还要付关税 这是很划不开的 我们在场有很多 比如说 做乳业或者其他 你想想看 如果你们能够把 你们的这个营运模式 改成 整场输出 或者是 用这个 技术授权的方式 这我们可以花很多时间来谈 这是我认为 台湾要做的很重要一件事情 那么还有就是 台湾发展经验的价值 我这也提出了下一张 这个我想让大家看一看 那我特别要强调的 就是 我们应该做 还没有做的 比如说 国际组织很多标案 并没有说因为 台湾不是联合国的成员 或者不是国际组织成员 我们就不能投这种标案 所以最近我在尽力的推动 我跟那个欧洲父亲开发银行 建立很好的关系 但是好像 台湾使不出力 因为产业界没有这个知识 那我想怎么样 让产业界有这个知识 国际组织的标案 从EBRD 亚洲开发银行 这个开始 这都是一些新的想法 我顺便讲一讲 我本来还想写一本书 叫《台湾凑事的机会》 本来讲 这本书大家都会集体忧郁症 所以还是写一写 还是思考一些 鼓励大家 我前面走的议题比较好 你看 那 比如说现在更重要的话 就是说 新型市场国家 真是我们的市场 我们非常好的市场 因为它 不管从政治转型 经济转型 或者社会转型 都需要台湾的经验 我们怎么样来包装 新型市场国家 为了这个 我也成立了一个 叫 新型市场国家研究协会 公司协会现在 还蛮穷搭搭的 还需要 和企业界多点支持 比如说 把中东的市场 给摆进去 最近 跟中东一些国家 也有很多接触 那 在这里我就感触到 台湾有太多好的东西 那 我们怎么样 包括说 怎么样把它 这个 进入这个 新型市场 那 还有一个 小小的例子 就是 给政府做很多建议 因为 我就说 这个 亚洲华人的食品 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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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标准 你们都知道 UL 吧 UL就是电器 产品 都在进行UL认证 那我跟 政府部门 就是农委会 不过他们农委会的这个座位 换了太多了 那曾经 若干的一些 就建议过 我说 我们应该定个 华人食物的标准 像UL一样 那 政府官僚体系给我的回应 就说 我们就用美国的标准 欧洲标准 我说 不然 我说 臭豆腐 一旦 欧洲没有这种 食物安全标准 美国也没有 我们叫 华人的食品标准 这个 我觉得 还是一个机会 就看 各位有没有人有兴趣 去推动 那 这个标准 如果定出来 能够让 全球的 这个 华人的人口 占的国家 或者华人的食品 我们要 进军的市场 都有这个认证 多好 这只是举个例子 另外下面呢 我还是要举一个例子 比较系统化一点 这跟健康产业有关 我为什么今天用英文健康产业 或者说健康产业 现在当然台湾也有人说大健康产业 但是很奇怪的 所有的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计划 上面都灌了一个叫生计 OK 那现在CNN 他说 Health and Wellness OK 那我现在 去年也做了几个演讲 我说 Renaissance of Health Care OK 我现在下面这一张 就是 其实我觉得 这里面有些无形自然的价值 什么 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 我们制药产业 很奇怪 都在用纳税人的钱来打 我也不反对 但是 我们真正在美国FDA 拿到的新药认证 大概 这么多年来只有六个 我想 在这个行业里面 大家都很清楚 是很艰困的一条路 那我们为什么不在 原来有发想 某一种新药的开发 为什么不在第一个时间 又跟国际大药厂联系 我也翻了一下 不管是工业院 国务院 他们的网站 好像 没有给国际大药厂看 我们现在有什么研发的计划 所以我个人觉得 如果一直用纳税人的钱 去推动新药的开发 我觉得 不是很好的一个设备 因为台湾的研发费用 我也经过这个 制药界的朋友的分析 新药的研发 成本 台湾大概是美国的三分之一 所以我们有机会 但是我们没有去好好的去 去approach 去跟大药厂联系 第二个 医疗器材 绝对 台湾绝对是医疗器材 非常非常厉害的国家 为什么 我们有IT产业 IT产业现在都在寻求 新的产品 像noble computer 都过时了 或者是 这个 做cell phone 也有点过时了 医疗器材 这是我们非常好的机会 第三个 我觉得非常遗憾 我们的医疗服务水准非常高 比如说最近开刀 我觉得全世界来的是一流的 但是我们医院整所不能用公司组织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对 这很奇怪 他就是说不能用公司组织 我跟很多医界大老也谈 就是反对公司组织 公司法第一条就是说 公司以盈利为目的 所以我们医疗服务医院不能这样子 哪一个医院不会努力的赚钱 对不对 所以现在我们的法律架构下面 这个 诊所跟医院 只能用财商法人 或者社长法人 或者个人诊所不能用公司组织 那么这个就是说医疗界的官僚 他完全不了解公司组织的利益 公司法很严格的管理 万一不能利益输送啊 什么这些 就是很完善的一个公司法 你为什么不能公司组织 最重要的就是说 你不是公司组织 你走不出去 我都能追究 双连娘养组织 双连娘养老院 狼 Prabigree 他就跟我说 他说 我每年好多国外的 祝伞 来参观 才访问我們双连 然后我希望 他说我到那边去把 我们去承访 他说我不是公司组织 我们 Wor also Contin four nationwide 我走不出去 所以这个 我елен 我就已在这个政策上 能阻 Hop 我 Reck ی 这我在20年 现在太多了 打破這些壞廖體系的思考 我還希望大家來多多努力 如果你們希望談這個問題 我就再資料很多 我們還經過全身的法律事務 橫葉法律事務 很年輕的林律師在裡面 我們還拿到衛生署的標案 現在是佈了 研究了七個國家醫療服務的產業形態 現在還沒有反應 再來 預防醫學 台灣真的是 我講一個副中職員舞伴的同學 他的名字叫劉兆雷 他已經枉成了 我想他不會贊助我替他的名字 他的弟弟是劉兆雷 做個訓練院 劉兆雷他在美國得到癌症末期 又送了一百萬 後來他還是走了 但走以前 我到醫院去看他 我說兆雷 你這樣美國不舒服去檢查出來就是癌症末期 我說你平常不做健康檢查 他說我們在美國 生病才是看醫生啊 所以你知道台灣現在對於健檢 抗衰老 這個重視都是很好的產業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覺得台灣可以把我們預防醫學 那我現在也擔任國方生技的獨立同事 他們做的育苗真的已經 市價的流感育苗已經賣到中國大陸 買到中國大藥 賣到歐文大 也開始出口到美國 那我不是因為他這個 我用公開資訊講 如果你說去買他的股票 我沒有煩惱了 預防醫學的產業 我覺得是台灣的量品 我們可以推到其他國家 還有在安養照顧產業 大概講 也是台灣的量品 但還有很多進步的空間 在這裡呢 我也希望大家一起 如果體會到我的這種想法的話 大家一起努力 隨時後教 如果有興趣的話 我們一起來討論 如何推動 那下面一個就是 農食產業的發展 我們在上面很多地方 我也把這個列出來 最重要的一個概念 就是這次疫情以後 所有的國家都要發展自主農業 但它沒有科技 那是台灣的科技 非常發達 農業包括生鮮的養殖業 或者是吃鴨魚肉 這些 再加上包括食品加工產業 再加上各式各樣的農業相關 這裡面又把食物安全 這些問題都要帶進去 那我們的市場 我們要這麼定位 台灣將來人口 在 人口的數字在降低 台灣的面積也不能擴展 我們市場有限 台灣人力也不夠 其實很多樂配 聽說他們到 茶廠要 採茶要收成的時候 就把他們姐妹套 用觀光湖上帶到台灣來採茶 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真的應該出現農業科技的價值 一個很完整的農業科技 以營利為目的 而輸出到全世界 特別是新型市場國家 所以這些呢 也是我們最近在提倡的 對 那麼 在下面我要談 就是 教育方面 教育方面 我感觸特別深 我要跟各位分享 當年 我成立的時代基金 就是因為不買 台灣的教育政策 教育政策 會發國際化 會發跟國際接軌 我想 我們在場 有很多朋友 你們的小孩 但某一個程度 就說 還是趕快送到國外去讀書 那 所以 我就成立這個時代基金會 那 這一點 我最近 非常的 這個 沮喪 因為 我看到 這個教育部的政策 實在 沒有辦法 幫助台灣年輕人 找出路 那 怎麼去改革 不知道 但是呢 我 近年度 就是把 台灣的企業界 給它 召集起來 支持時代基金會 跟 華盛領國學院的合作 那 最近 跟哈佛爾也在場 特別抱怨 是 Health Corp 不過因為疫情的關係 很多 這個聯繫 都暫時中斷 那 研發產業 台灣有很多政府的研發 工業院 福衛院 一大堆 但是好像在全世界 沒有發生什麼作用 那 這個我覺得 怎麼樣 把他們的 研發的能力 用不同的方式 傳播到全世界 我們有這個能力 你那邊有什麼奇怪的病 您可以透過 這個 國際組織 還委託 台灣人來做研發 找這個 solution 多年前 我們南部 有乌腳病 後來前 都沒有 台灣有很多 疾病 在台灣消失了 所以 這些是我們有的潛力 但我們為什麼把 研發的機構 還在用納稅人的錢 為什麼不讓這些研發機構 到海外去 兜這個 contract research 7月的研發的這種 商機 好像還沒有人敢說 所以這裡呢 我再舉這個例子 再來我們翻過來看一看 這張圖 我就是給各位說 台灣產業未來的期許 這張圖最重要的概念 就是一個 要用 比較 tangible 有形資產 跟intangible intangible 很清楚看出來 intangible 無形資產的價值 是大於 tangible 我當然有感觸 感觸是什麼 麥當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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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去吃漢堡 我給你建議 有個地方叫 Le Blanc 把漢堡比麥當勞好吃 一百倍 但麥當勞 它有品牌 它真正成功的原因是 無形資產 它有盈獄的模式 如果這樣講的話 我們再看到下一個 就是台灣產業未來發展 期許 這就是 我希望我把個人的野心 變成全台灣的野心 就是說 到2040、2050 不管我在不在 不重要 那個時候 台灣真的可以變成 一個新興市場國家的引領者 我們引到它的發展 包括中國大陸在裡面 這裡面當然就是說 包括永續經營的實行者 標準規範制定者 我剛才舉了例子 全球資源的整合者 還有農業技術的領導者 還有軟性的經濟的創意者 然後再來 就是生活風格的先續者 就是lifestyle 那這些 我自己把準備定了一個日期 就是在2040到2050之間 應該會發生 但是在2040年以前 我們要做準備工作 也不是說天上調查 自己要努力做我們的準備工作 我們再翻過來看 這次疫情以後 我提供給大家 三個很重要的思考 一個 你們在國際的文獻上面 經常可以看到 國內的媒體好像還稍微落後一點 叫New Normal 新常態 就是說這次疫情以後 其實不可以講疫情 在1930年代 全球經濟大不景氣 我們也可以說 我們也研究New Normal 新常態 現在更重要 因為這次的疫情 影響是全面性的 包括旅遊產業這些 全面性的影響 所以我們要積極地參與 研究New Normal 還是說消極地等待 消極地等待 讓很多產業會消失 很淒涼的 積極地就是說 我們趁這個時候 好好地開發一些 新的營運模式 我在我教書的生涯裡面 我們法律系的教課 我不太有成就感 因為太多人進入政治 政界 但是我比較有成就感的是 後來十年 在同時教法律系的時候 一代政大EMBA班 教著新種營運模式的開發 所以我現在的興趣 還是在這裡 New Business Model Development 所以New Normal 就是我們要注意 它帶來的機會 第二個呢 叫Disruptive Innovation 就是毀滅性的創造 這個 比如哈佛的一個教授 最近故事 叫Christensen 他很早就提出了 不要等到疫情 任何一個時段 我們就要想到 這個 Disruptive Promotion 原來的這個營運模式消失了 我們怎麼樣創造新的營運模式 OK 那你們可以想想 我常在政大的班上說 我們可以想一想 在我們有生之年 就是說 還有記憶開始 有哪二十種 產業已經消失無蹤 產業已經消失無蹤 那再說 比如說 Toda Film Camera 消失無蹤 我們自己要主動去思考 消失無蹤 為什麼 再來就是說 未來 有哪二十種產業 會起來 Facebook 就是 Airbnb Uber 那為什麼我們在台灣現在 就是 沒有辦法在國際市場 創造這間 新的營運模式 這是我非常關切的一個題目 我希望 大家能夠我們共同努力 所以這個 Disruptive Innovation 是 分為的作造 鼓勵 以及支持 那再來就是 我們 台灣現在 有很多的學者 都是 政府 出錢 叫他們研究 一大堆工業院 什麼 中央研究院 什麼 我不是批評他們 他們的研發能力都很強 但他們不懂 變成這模特兒 因為這些學者 他可能這方面的知識 非常的深具 但是 他沒有產業發展的經驗 所以我最近跟MIT 幾位教授 我們在談 就是一個成功的營運模式 當然需要 新的科技 比如說 Internet 沒有的話 Facebook 做不出來 LB&B 也做不出來 Uber 也做不出來 但是 新的科技的貢獻 是他成功的因素 我跟MIT這位教授 一位名教授 我們這位不約而同的 同意 占不了成功因素的 20% 另外80% 市場 是 不約而同的 市場裡面就是說 有幾個很重要的概念 最厲害的叫 Meeting the Demand 不 Meeting the Demand 很厲害 就是應驗市場的需求 更厲害的叫 Creating Market Demand 創造市場的需求 Facebook就是很好的例子 我個人不太喜歡這個Facebook 沒有關係 現在年輕人 圍不住鼓勵他們 他們說 他的缺點 所以 在這裡 就是 Redefine 需求科技 營運模式的結合 這個我覺得 現在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 我最後 來做一個小小的結尾 這個結尾就是 看起來有點難過 但是我還不死心 就是 過去幾十年 我做了很多的努力 那這些努力 大概都是 建議政府的不同的部門 相關的部門 但我從現在開始 我要請你文學跟他們看 我懶得跟政府來往 因為我的日子不多了 好 一個是 不禁其功的亞太營運中心 我很快跟各位解釋一下 亞太營運中心 前身 我設計的是亞太利潤中心 台商佈局全球 賺到的錢 怎麼樣 讓我們有法律的架構 有一個incentive 立即 讓他們把賺的錢 混回台灣 現在我可以敢說 台商在海外賺了很多錢 不會混回台灣 是不是 第二個 措施良機的非銀行金融服務業 現在我們年輕的林律師在裡面 跟他們互動 他們這一代人 非銀行金融服務業 什麼叫非銀行金融服務業 就是說 不受金管 而有管制 這個裡面我做了很多的分析 為什麼 要嚴格管理的理由在哪裡 第一 要接觸大眾的錢 所以銀行 他收大眾的存款 他必須要嚴格管理 後來銀行把大眾的存款 吸收進來 亂用 當然有幾個有名的案例 包括銀銷市的林家銀行 所以呢 第二個 就是保險公司 他向大眾收費 也要嚴格管理 第三個 是那些金融產品 要賣給大眾 這也要嚴格管理 那除此之外 他們年輕一代在研究 Blockchain 或者Apple Pay 就是 比如說 你我兩個人有銀錢交易 政府管不到 對不對 但是我們可以設計 這個營運的模式 讓這個金融的流通 所以到今天為止 我們好像 政府主管金融的部門 現在要靠這個年輕的律師們 去推動 那我覺得這個帽子 就叫非銀行金融服務業 還有我們最近 幾天就看 大陸怎麼發展得那麼快 當然我並不以大陸發展 認為是個好的表率 因為它是 國家資本主義在後面 但是有一點 我們可以取罰的 就是它叫四點計畫 四點計畫叫Pilot Project 它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法律都還沒有完善的規定 可以給你試一下 試出來如何 再定法律 現在不是 要先有法律 再 有法律 要根據法律的技術 但是呢 我們這裡面有很多創造的空間 創意的空間 當年我把這個 一個非銀行金融服務業 比如說 汽車分級 貸款 租賓 租賓 引進的時候 我第一個當然是跟財政部 我記得 那時候財政部的部長叫錢淳 他給我的回答說 法律沒有規定 那你們如果買普特的汽車的話 有一個叫釜灣公司 釜灣 那個時候 我就從經濟部條路 就是用貿易公司 分級付款可以 不需要 不需要財政部管 甚至於租賃也可以 所以現在租賓 分級付款 行業 不是在財政部 也不是在經濟部 是在經濟部 其實這時候就說 我們還是要用 比較創意的想法 來推動 台灣的未來 再接再厲的 農業技術全球化 我剛才講的 不再重複了 全力無限的 健康醫療產業 最後是大波大力的 教育制度 我曾經擔任 行政院組織改造委員會的委員 我承認 在那個時候 我是半開玩笑的 我說 教育部應該撤裁掉 你現在要問我的話 我只有10%是玩笑 90% 教育部對台灣的教育 一點幫助都沒有 OK 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好不好